16号上午 总台记者重走长征路慰问小文队 来到了宁夏银川的一栋居民楼内 一位老人目光卷窘 精神抖擞 他就是102岁的老红军 谭德本 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萌将军 你看看我们 老老人是开心的 对 你看 朝日大农村 一天全都走 我就跟着那天去 就跟不上 就留下一遍了 把这粗粗粗粗活来 就把这粗粗粗活往下滚 滚起来也出来 突然已经出不来 越来越吃 这个是八一勋章 八一勋章 解放勋章 解放勋章 解放战争的 嗯 独立自由勋章 独立自由勋章 这是抗战的 对 抗战争的 咱别人是咱别人 咱别人 咱别人 咱你勋章 嗯 八一勋章啊 自由独立勋章啊 那种解放勋章 嗯 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勋章 一个佛号 对 今天感到挺意外的 有老人家是参加这个 洋民口战斗 真正参加战斗的老英雄 这是我第一次 我也很激动 是 西路九三的三人大的 去退休了 也是 团长 对 我是 同志 我们的武器 这个人的武器 就是我们 主要是我们的勇敢 一哈冲到地儿 回到少年 他当中了 一个也打 我们 一百零二岁的老英雄 神情绝数 头脑清晰 老人家朴素无华的语言 告诉我 什么叫真英雄 看着他心前闪闪发光的勋章 让我联想起很多的 官兵一致同甘苦 也才冲击 制更坚的那种 差异症继续 正是这种精神 一直在影响到我们 一直不断地相见 不枉初心 老体失眠 不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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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